Hello 我是女生的Gia 從現在開始在影片中看到我 都會和大家解決美容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發現很多女生都不知道 如果唇膏斷開了的話 可以怎樣解決 第一個方法就最簡單 首先把斷開的唇膏 放上去原本的唇膏上面 只要貼好位置之後 用打火機圍著那邊 一邊去消融它 有些女生會覺得打火機好像很危險 很難用 其實就可以用防風火機 好像我現在這個 其實兩分鐘左右就做好管狀的唇膏 但很多時候不是這些管狀的唇膏 可能是這些唇膏筆 或者就算是管狀也好 有時候唇膏筒用到最後 都還有很多唇膏剩在裡面 其實三個問題 都可以一次過用一個palette去解決它 首先你要將唇膏管裡面的唇膏 全部刮出來 刮出來之後就放在一支匙巾那裏 將金屬匙巾連這些唇膏粒 就在蠟燭那裏慢慢烘到它變成液體 記得不要黏火太近 以為太近就可以快點太心急 因為很容易就會有很多泡泡出現 做出來就不漂亮 最環保的其實是可以用一些舊的眉粉 或者眼影粉盒去製造 給多個貼士你 就是最後一格不妨放這個潤唇膏 因為這樣補妝的話就沒有那麼麻煩 如果你都想到有些什麼美容煩惱 或者問題的話 記得留言 跟你一些努力嗎 好幾個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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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